為何你要開始這件事呢 我認識不到 很難啊 這個一定是片頭來的 即是大家聯絡了之後 他講到一句話 What the... 一看就知道你是做模特兒或KOL 就會上來認識你 甚至真的認識都好 我們現在要公開他究竟說了些甚麼 你好 艾力啊 今天這條Dating Vlog 約了的這個女嘉賓 其實我認識她很久 很多年以年計的 我現在就出發去找這個廣告女王 Hello 我認識了多久 我認識十幾年 一說數字就想感情 這樣好像輕鬆一點 對 我看到你舒服一點 對 整件事我輕鬆了 對 因為我... 你之前沒有拿棍子 我拿棍子是隨身的 對 那為何不拿出來 這些女人一聽到一男人拿棍子出來 對 我笑得過不了 之前拍了很多集 其實大家一直有看 都會發覺 好像永遠在眼眉上的部分都看不到你 沒有了 那沒辦法 因為如果這樣拿的話 可以拍到一個女嘉賓 那觀眾如果只拍到我 拍不到一個女嘉賓的話 就是這樣 這樣看 只剩下頭 會變成一個女嘉賓 對 下面留言全部 就會笑死我 對 如果拍到她的話 就會犧牲我 但這個方式不錯 你現在是不是在說我矮 又不是 其實她都... OK 我又說不出一個高字 我不算很高 Average Average 如果你說我們做一些幕前工作 你拍眼照廣告 我做很多AMC工作 其實高度是真的很關鍵 很影響的 你有沒有試過因為高度問題 能夠達到某些工作 Fashion Show 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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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香港已經是比外國的要求 稍為低一點 但我只欠了2cm 就是2cm 香港其實都算 可能168cm已經可以 但就是2cm 就很難 我再反過來 我試過因為我的身高 而沒有了工作 蛤 我知道 因為是否 那個Event那些嘉賓 比較小粒一點 對 小粒真的很厚 小粒一點 小粒一點 對 而且再加上 對方本身是Superstar 對 Superstar站在你旁邊 就會很驟忌 不驟忌 我明白的 我試過一班同學 我讀電影 然後 然後 到了片場 最後副導演 找齊我一班同學 都沒有跳過 蛤 因為你太高大了 你不像 對 做的大排檔食客 你不應該存在於 畫面沒有那麼鎖 哦 因為你零碎出來 就會搶貨 其實你這幾年 在廣告街上很吃得開 還吃得開嗎 這幾年疫情 你拍的廣告多 都是這五六年 是啊 你有沒有研究過自己 因爲什麼而吃得開 因爲什麼客人會選你 你這樣是 給他淡莫迫自己 賺自己 樣子甜美 很多美女都甜美 我想我是值得想 就是有價值得用 不是 我是不怕辛苦 我可以捱的 可能這件事 因爲位置或設定的東西 遲了 overrun 和轉位置的時候 塞車之類的 我是試過真的要追 因為overrun了 遲了 導演說 不好意思 Karen幫幫忙 可不可以爬兩口 馬上出來就沒有狠狠了 是的 我是絕對沒問題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感覺 專業態度 對 我覺得這件事 大家可以準時 有些事情 不要太遲了太多 我是絕對OK的 我覺得 真是老套的說句 你找到我做事 我希望也想有瑕疵 我不會有這些脾氣 或者什麼 當然我都會肚餓 那就真的快點 快爬兩口 這通常的Agent 他會翻盤 找回一個技能 是啊 我想九成 是因為你的態度 一起來 就會有些努力 我會想給你 好 我會想被你 吃時間 對 看做甚麼 看做甚麼 這個 一定要有米氣落土 對 因為你是未吃東西 對 行程太趕快了 很緊湊 那是 你想真的打球 神經病 對 我學打籃球 我是今天學上籃板 Eurostep 不知道 準備好了嗎 準備未好 但都要開始了 好 英俊還是健碩 健碩 禮貌還是細心 細心 交友app認識了多久可以見面 一個星期 認識了多久可以拍拖 三四個月 第一眼見對方會看哪裏 眼睛 接不接受到藥炮 藥炮 現在 糟了 不接受 明天呢 可能接受 因為想都想不到 像Karen這樣的女生 她正在用交友app 正在用ING進行色 有啊 我想問她 有沒有人覺得 會是Fake Account 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這個女生 我廣告見過她 我在艾力的影片 見過她 為何你不開錢 這件事呢 沒有 我認識不到 很難 這個一定是片頭 現在你是用了兩個月 有哪些男生已經主動出擊 對你做了甚麼 約了嗎 約了嗎 約了兩個 見過一次 但有一個是嚇到我 不是見過那兩個 我沒有見過的那個 但她一來 大家connect了之後 她說了一句話 我是嚇到我 我現在要公開她 究竟說了甚麼 她第一句 很性感 認真 這個是開場白第一句 是啊 你明白嗎 即是你自己說 你也不會這樣 跟一個女生這樣說話 這個已經是超越了直男的層次 對 但之後我想 她的開場白這麼有趣 你先放了甚麼照片 你不是放了內衣 沒有啊 我不會讓人知道 我的職業是做model 如果我這樣看見 我會認不認得是你 是嗎 對 很普通 對 即是這四張 第一句話 很性感認真 這四張 如果你有心 要在app裡 去追求美女 追求model 你是不會起眼 對 對 我是很普通的女生 即是想撕走了model的包裝紙 很生活化 對 對 她還要說全身都性感 即是性感在骨子裡 這個案件當然令你很滴汗 對 不知道她在做甚麼 還未完結 她還要這樣說 性感女人 極喜歡 為何你還要回覆她 因為我想聽她再說些甚麼 她是真交的 她還要說 有你一個就夠了 這樣做我的女人好媽 難怪你玩交友app 因為我有問過她 你平時都是這樣 混淆女生嗎 其實玩交友app 很多人是正常不過的 反而這個是交友app中的小數 我也是小數 我唯一這樣 你也很正常 你也玩交友app 對 你會期待對方用甚麼方式來接觸你 你會是最感興趣和他們分享下去 因為我不是經常會經常開啟app 其實我覺得玩交app 也有一個難處 就是大家未必經常會開啟app 有時的訊息可能是隔天才會回覆 或是隔幾天都試過 那為何要一次過發10個問題給你 否則相處不是很慢 有些男士會問你有沒有興趣約出來見面 一開始就問 有些會問 看你如何表達這件事 本身不認識對方 我又不願意交換IG 但你很難找到話題去發訊息 而且人們很流行 很難回答這些問題 例如我問他 How about you Thank you 這樣便會關閉 因為我又不是朝950回辦公室 有時的禮物很輕鬆 我每天做了放假 我都不知道怎樣解釋和說好 是有困難的 大家看完Karen的照片之後 我覺得Karen的玩法是 純粹是未主動選人 因為我看你的照片 我真的不會起到你的背景 是呀 我還要用假名的 不是用真名的 我又不會覺得那幾張照片有多棒 有多吸引 我非要追求你不可 是呀 這樣便唯有變成主導權在你身上 有哪些人走過來 你見到他的鏡頭吸引 你主動多走一兩步 我覺得也是好事 總好過 你都不是望給狗公來 不知道做甚麼 對呀 你放些太漂亮 其實很多人會 swipe你 但問題是 有些人純粹因為你很漂亮 一看就知道你是做模特兒 或者KOL那些 就會上來試試你 甚至真的試試也好 真是壞些說句 我就不想這樣 所以這是保護自己的方法 對 保持自己 生活化平民一點的一面 平易近人一點 你一向都是 都是 愛行人會覺得我不是 你認識我就知道 你不只平民一點 你更是膠膠地 我很貼地 而且我個人也會派膠 所以剛才我在想 這個人是不是 互相用派膠的方法 引起對方的興趣 所以我又試用一個膠的方式 去回應一下他 你之後又試用派膠的方式 認識男生回來 很性感 對 穿著西裝 穿著消防員制服 你自己的樣子很性感 我只愛你一個就夠了 我說不出這些話不行 好平衡 好平衡 我實在拿你的風向 好平衡 食法 第一場 早上 睡再見 很快 早上 吃東西 人家 開放 在家庭上 身濃郁 小雪人 你站過去 嗨 小雪人 小雪人 很可愛 小雪人配大茄雲